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有四位中央委员被免职了 分别是免去国务委员和外交部长的秦刚 被免去国务委员和国防部长的李尚福 被免去火箭军司令员的李玉超 以及被免去火箭军政治委员的徐中波 与此同时我们也来看到了昨天南华早报的消息 说习近平主席呢 从新冠疫情之后是再一次的到上海进行考察 当然会去一些期货交易所 还会去到当地的一些科技企业 对此呢我想请教一下博士了 就三妹刚刚讲到的两点 没有开这次的三中全会 一点是经济方面的重大改革 第二点呢是人事方面的一些议题 以您长时间对中共的一些观察来说 您会比较倾向于是哪一些方面没有定调呢 中国共产党他在20大会议的时候 是去年召开去年10月份召开的 那在去年10月份召开的时候 同时就举行20大第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叫做一中全会 一中全会主要是这个推选 他的所谓政治局的这个委员 还有政治局的常委员 还有这个总书记 基本上就是还有中央军事委会的委员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架构 就是二中全会一中全会主要的任务 那到了二中全会是在今年2月份召开的 召开的目的是因为今年有全国代表大会 要这个决议啊在大会召开之前 决议啊要推举这个国家主席啦 还有这个国务院总理啊等等 还有什么党跟机构的改革方案 就是二中全会的内容 那照道理中共的党章是每一年要召开一支全会 所以今年2月份已经召开了 要不要召开三中全会呢 可以召开两次 也可以不召开 规定上如果不召开的话 今年不召开 那就可能是明年的2月份会召开 大体上是往后挪了一段时间 那这个怎么解读啊 因为他事实上有必要召开 有必要召开的最重要的 就刚才你提到的啊 有几位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啊 主要是李尚古这个军事委员会的委员 这个缺啊要补齐 要补齐啊 那要补齐的话 一定要召开中央委员会来补齐 这个职务 那其他所谓有其他中央委员啊 有问题的话不需要补齐 为什么 因为以中共的制度来讲 他有205个中央委员 有171个啊 这个中央候补委员 所以这171个中央候补委员啊 递捕上去就可以了 所以中央委员有出缺 不需要要开什么会议都不用 那如果是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话 那的确是要开中央委员会来补齐 所以大概有这么一个制度上的运作 那以目前在政治局常委会啊 政治局这个委员会的开会的时候 目前11月份刚开嘛 他大概每个月开至少开一次 那公告里面呢 并没有提到要召开三中全会 第三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并没有这个消息 那显然的12月份不会召开 因为他召开中央三中全会除非很急啊 要不然通常都是一个月前都会发布 所以应该是在12月 或者是明年1月份啊 或者2月份开会 那在三月份会召开 三中全会把这个 只有一个 为了一个军事委员的委员啊 去开这个会好像有点的 有点的太过大张旗鼓啦 那中央委员会出缺不用开会啊 那说要有经济计划嘛 那可能明年开也可以啦 明年年初开也可以 所以我是觉得 大家可能把问题搞偏了 再來就是习近平啊 这个时候访问上海 主要是所谓的长江三角 經濟区域的一个重新的规划 这个规划叫做G60啊 这个科 G60科技计划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全文啊 简单讲 我们大家都叫他G60 对 为什么叫G60呢 因为中国的国道啊 都是12345 都在编下来的 G60刚好就是 从上海往外扣了那条高速公路 叫G60 那这G60的沿岸很多的重点的 这个重要的工业城市或科技城市 比如苏州啦 河徽啦 那个什么这个浙江的那个 杭州或者是浙江的 加星啊等等啊 简单讲就是有这个概念 就是说在这条G60的公路的 两旁的大都市 那要把它整合成一个长江的 三角洲的新的经济区域啊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大战略 因为这个地区的外资特别多 所以这个应该是仅是于 深圳香港大湾区吧 那比这个北方啊 这个天津啊 或者是北京啊 可能外商的集中度啊 还要高很多 那这个G20啊 应该这么讲啊 就是说经济发展的这个 科技产业园区啊 有两种概念 一种是沿着一个大公路来建设 一个是沿着一个大区块来建设 这两个在以美国的例子啊 就来比喻一下 像以史丹佛大学为中心的 用整个区块来做科学园区的 叫做矽谷啊 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 那以前在美国麻省 有一个叫做 128号公路啊 就是相当于美国的128号国道 他从美国的波士顿 就是麻省理工学院跟哈佛大学啊 那么由东往西伸出去 很像60的这条公路 所以128号公路沿岸沿路两边啊 很多很多的 当年设立了很多的科学工业园区啊 包括你以前 现在已经不在了 什么Western House啊 G20啊 或者王安电脑啊 你年纪太轻没有听过王安电脑 那很早期的电脑公司 那是华裔的 美国人所设立的 都很有名 但就消失了 可是多年下来 我们发现矽谷成长上来的 这个区块的科学区成功了 公路两旁的科学区没有成功 那检讨起来了 不是因为128号公路啊 两边的这个交通不方便啊 设施不完全 或者麻省理工学院 比史丹佛大学还要差 都不是个原因 而是当时在新英格兰 我们现在讲这个美国的东北部 叫新英格兰 因为那个地带以前 麻州啊 几个早期的州 被统称叫新英格兰 这个新英格兰地区有个坏毛病 太过传统太过守旧 所以经营科技事业 是用传统观念在经营 那里的银行金融跟风创 創业投资或者风投啊 他的观念也相当的成就 对于新创事业的鼓励程度不够 结果新创事业在那边不能生存 因为租金高了 费用高了 人才薪水高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资金供应不足 所以新创128号公路就 没有做得很成功 不能说没有成功 只是说没有很成功 现在大部分提到美国的科学区 都胆细骨 不谈什么128号公路 现在大陆要把长江三角洲 用G60公路为主也要注意到 一定要鼓励新创事业 因为没有新创事业 你的产业结构 就会变成非常的成就 非常的成就的话 你的附加价值不能提高 你的GDP就上不来 你员工的薪水都上不去 所以这是一个大家要去注意的 虽然我们大家有看到说 矽谷银行倒闭的惨状 可是你不要忘记啊 矽谷银行也曾经有丰工伟业 帮助了很多的新创事业 那现在这个工作 好像被其他银行取代了 所以在矽谷成功 除了是因为他是一个科学园区以外 他还是很有创业的精神 不断有新公司特例 这个不是现在的G60 G60这条公路旁边2万状况 所以习主席要关心长江三角洲 就要把重点 我认为他的重点 就放在新创事业的产生 那对于这个中国的经济活力 才会起来的 以我们就要看看深圳的新创事业 那简直数不清 包括大家熟知的富士康 也都是在深圳 早年也是新创事业 这个大家注意到这个特点 所以中国鼓励新创事业 可以使得中国的经济体制改变 也可以使得中国GDP 再回复以前的8%以上的经济成长率 那这个中国的人民银行行长潘公胜讲说 不要期待中国未来可以再恢复到8%以上的经济成长 他的假定是用目前的中国的经济结构跟产业结构 他们已经成熟了 所以比较难 但是如果有新创事业 比如说有很多新的宁德时代 很多新的比亚迪或者其他的鼓励大家创新创业 那就有可能 不要老是搞房地产 这个就有可能 大家不要忽略到中国这个潜力 那现在如果60的长江三角洲能够成功的话 也不是成功在现有的企业 那里的不管昆山的台商 他的产业都太老了 就是茅山道士赚那一点小钱 员工薪水提高不了太多 所以要有新的行业新的产业结构 刚刚那个博士提到最后落脚点落在了潘工胜 他最近的一些讲话 是他在香港清算银行上面的一峰会的一个讲话 虽然说他提到了中国不会的高速发展 但是他同时提到了另外一点 中国正在经历转型 结构方面产业的转型 如果转型成功的话 那现在的这个痛就是震痛了 如果没有成功的话 那这个痛就是长期的痛了 这个我们之后再来跟大家讲 刚刚博士提到很重要的一点 这一次习近平主席到上海 最重要的是要推动长江经济带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毕竟如果说长江经济带的 上海算是一个领头乌羊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包括新创产业 我们也看到了2018年 临港自贸区成立的时候 特斯拉就在上海落户了 但是现在有人就说了说 中国确实在经历这种产业结构的转型 不管是博士刚刚讲的新创事业也好 还是我们讲的电动车事业也好 现在有数据我们把这个图给大家看看 中国呢 这个是德国媒体报道的 中国已经超越日德 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 会稳居今年最大 已经超过了 这个报道有点慢 已经超过了 已经超过了 这个德国和日本 稳居今年最大的汽车出口国 当然其中离不开的就是 中国整车的电动车出海 现在哇这个美国坐不住了 说你这个中国电动车太厉害了 我从哪个方面来打你呢 就把习近平的家庭扯进来了 11月27号来看到美国智库 突然在11月27号 这个时间点也很妙 因为大家记不记得 下个月就是中欧峰会了 他发了一篇报告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家族 涉及电动车产业 所以欧盟想要中国取消 对电动车补贴的这个政策呢 恐怕难以达成 当中大家看到图中了 关键人物就是英国公民 叫做Daniel Faux 他娶了习近平二姐齐安安的女儿 叫做吴雅宁 那么这个为什么要说到他呢 这个他的外甥女婿 刚刚讲的这个Daniel 是一家新创的美国电动车 在这个上海的董事 这个电动车的 这个汽车公司的名字呢 叫做菲斯克 当然这个菲斯克也是 鸿海电动车供应链的客户了 报告就说呢 这个Daniel Faux 是在2005年移居到的中国 参与了一系列清洁能源的合资项目 随后又取了习近平的外甥女为妻 当然我们再把下一张图来带给大家看看哦 刚刚三妹提到的欧盟对于中国电动车的发难 一直就没有停过 从冯德莱恩9月13号 有发表一个欧盟年度咨文演讲时就宣布 要对中国电动车提起反补贴的一个调查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博士哦 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媒体在报道说 习近平家族涉及电动车产业 会使中欧峰会突增变数 您觉得从这个角度切入 会不会有一点太片面了 反而在关键的时刻 美国的智库放出这条消息 您觉得用意又是什么呢 这个美国的智库你就听听就好 我经常喜欢开玩笑说 美国的智库叫美国的笨库 因为他不但没有智慧 而且愚笨无比 所以我这个开玩笑说 这些人真的就是拿中情级的薪水啊 在放谣言的叫美国的笨库 我先第一个分析给大家听哦 不要讲说习近平外甥女婿在做什么 我连我的外甥女在做什么 我都搞不清楚了 何况外甥女的女婿在做什么 我哪会搞得清楚 有时候外甥女我名字都记不住啊 我不瞒你说 因为两三个外甥女 我名字老是叫错 这个你不能怪我 为什么 我的外甥女跟习近平外甥女一样 都在国外长大 习近平的外甥女 他在澳洲长大 就在纽西兰的隔壁啊 你怎么知道他在干嘛 然后他去伦敦大学念书的时候 认识这个Daniel Ford这个同学 学长啊 啊两个谈恋爱 你会搞得清楚啊 他的爸爸都不能搞得清楚 他做一个舅舅的 习近平主席怎么搞得清楚 这第一个很好笑 再来这Daniel Ford也是一个很优秀的年轻人 他这个他参加了这个 所谓的这一家产业 这个菲斯克 菲斯克是菲斯克啊 中文翻译菲斯克 他英文叫F-I-S-K-E-R 菲斯克 菲斯克是一个美国的一个 大家都听过 阿波罗啊 阿波罗这个Management 就是阿波罗资产管理公司 所投资的啊 百分之百美国的资金啊 百分之百美国的技术啊 他有请鸿海代工 啊这个事实啊 鸿海有提供他一些代工的项目啊 因为鸿海也很积极在做這種 電動車的相关的零组件嘛 他不做车 他只供应零组件 而且菲斯克基本上走的是跑车路线啊 不是跟我们一般的电动车的概念 不太一样啊 就我们一般做轿车 他主要做跑车 叫Sport car为主的 那这个啦 因为他要推展中国的业务啊 他是在到中国的业务来设修理厂 然后呢 后来就找了叫Daniel Ford 因为Daniel Ford长期在上海 为什么 大家不要忘记他有个身份哦 他是 他是这个上海什么维珍 维珍足球队的队长 他是踢足球的哦 不要忘记了 他足球队的球长的队长哦 那因为在上海嘛 然后他就待很久吧 菲斯克就找他到上海 来帮他经营上海的业务 这个业务不特别大啦 这个业务小的不得了啊 你如果不是因为 他娶了这个习近平的外甥女 我看新闻都懶得爆 因为菲斯克在大陆上 没有卖得很好 我们平常已经讲没有卖得很好 那你说北京会不会补贴啊 这个菲斯克 我百分之百跟你讲不会 为什么 因为北京补贴的电动车是统一的 没有特别补贴给谁 没错 他补贴不是给公司 他补贴就是给各地方政府啊 各地方政府自己想办法去补贴啊 就是你知道我这边设厂 我给你什么好处 这个每一个人都一样啊 中国现在是拥抱全世界啊 你在阿猫狗肯到中国来投资的话 他就阿猫给阿猫的粮食 阿狗给阿狗的这个饮料 但正常的做法是这样子啊 那菲斯克是有意思到中国来设厂 但是目前还没有 目前还没有 那听说明年要投产 你这么写个7万5千辆 中国7万5千辆 大概写个鼻涕就有了 没有会注意这个东西 你想想看啊 中国一年出口到海外的汽车啊 是几百万辆啊 是几百万辆 而且中国会成为全世界 最大的汽车出口国 最重要啊 我经常半开玩笑说 要感谢美国 贺喜美国 感谢德国 贺喜德国 为什么 因为俄欧战争了以后 美国人的车子 德国人车子 欧洲的车子都不准卖到俄罗斯去 那这个市场腾出来了 中国汽车就猛进 所以中国汽车的出口大幅成长 是跟卖到俄罗斯有关系 那俄罗斯的人以后习惯的使用 中国的汽车 他就不会回头去买德国 日本跟跟那个美国的汽车 所以中国要努力经营俄罗斯的市场 俄罗斯有个很重要的现象 就是他的老百姓的汽车 擁有率很高 因为土地很大 出门没有汽车根本动不了 那中国汽车刚好适应这个市场 而且价钱又比相对的 比日本跟德国车便宜 那另外一个第二个大市场是东南亚 所以 到欧洲市场对中国当然很重要 可是规模不大 最主要是成长最多 我讲成长最多的 是在俄罗斯跟东南亚 那东南亚是因为RCEP的关系 所以掌握这个契机 我觉得中国现在 到了11月底 他的确已经突破了 日本跟德国的车量数的出口量 但是总金额还不到 总金额还是排第三 因为中国的车子比较便宜 所以总金额来讲 相对会偏低一点点 跟大家做个说明 是啊 这个大家突然发现了 其实媒体特别会做文章 发现只要什么东西 有一根习近平 或者习近平的家族连起来 你看那么大的中欧峰会 也要升变了 甚至刚刚大家还说 是不是不放心特斯拉 说明年 这个我去看一下 这仅仅是一个初创的 这个汽车企业 有人就说 会成为特斯拉强而有力的对手 中国一定是不放心 特斯拉在中国生产 所以说要引进 他的竞争对手 来跟他为之抗衡 七万五千辆算什么 撒撒水了 好当然这个 大家新闻也提到这里 大家辩证的去看 但是同时也要发现 就是中国现在经济 确实在面临着 这样的一种转型之痛 它也会出现 我们所讲的摩擦性的一个失业 所以说由此同时 我们继续来看到 习近平在上海发力 潘工胜在香港也在发力 11月28号 这个人行新任的行长 潘工胜是在香港出席 国际清算银行特别行长会 其实我建议大家去看一下 他这篇演讲的全文 因为谈到了中国的经济形势 像是目前的房地产 地方债 货币政策 金融开放等等 他都有谈到 今天三妹主要跟大家截取 他谈到中国宏观经济的部分 他提到说分析中国经济 需要大家注意两个视角 第一个当前中国的GDP总量 已经超过人民币120兆了 庞大的基数决定了中国经济很难 像以前那样每年维持8%到10%的高速增长 当然第二个他有提到 中国正在经历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 当时依靠一种基础建设房地产投资 也许能够短时机实现高增速 但是也会固化结构性矛盾 有损长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所以说呢 目前中国更加关注的是结构的调整 培育新的增长点 就宏观经济或者是潘工胜讲话的一些部分 我们想请博士来帮我们做一下解读 我先说明一下 国际清算银行是什么银行啊 他几乎是全世界最早的国际化的一个组织 他是在1930年代由德国跟英国设立的 由德国央行跟英国央行 英格兰银行啊共同设立 那召集了欧洲的很多国家的中央银行来当股东 共同创立 为什么要创立 这个国际清算银行啊 就是他要做银行 央行之间的一个清算 用的一个机制 就是比如说中国央行 要从日本央行收一笔钱 不用两倍会来会去 直接就在国际清算银行结算就好了 因为两个银行都在国际清算银行 里面有存款 央行各国央行都在 不等于说各国央行都会在国际清算银行 里面设有支票账户 那大家要清算了 你欠我我欠你太麻烦了 直接在那结账就算了 不用回来会去了 所以国际清算银行是在欧洲 1930年在产生的 因为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 刚结束之後呢 德国啊 有很多的赔款要处理 那这个赔款要处理啊 所以才会跟英国银行啊 建立这样的一个清算机制 是这样来的 那现在他的股东啊 他股东就是全世界各国的央行组成 你要当他的股东 这缴一笔钱啊就可以参加了 但是资格就是 一定要是国家的央行 那中国人民银行啊 當然是很重要的 而且股权很大的这个央行 这个国际清算银行设在瑞士的Bassel 我不曉得中文怎么翻译 巴塞尔是不是 设在巴塞尔 然后他有时候开会不一定在巴塞尔开 年会会在巴塞尔开 但是如果行长会议啊 就是行长会议 通常就是找各地方来开 那今年刚好在香港召开 在香港召开了 潘工胜就一定要出席嘛 那去出席的时候呢 他就应邀做了一个kino speech 谈中国的经济成长 他讲的两点都很正确 第一个就是 中国过去经济成长的模式 未来 没有办法再维持 这么高速的经济成长 所谓高速就10%或接近10% 所谓中速 那么就是5%或者接近5% 所谓低速 那么就是1-2%叫低速 我给大家个概念 这个大概经济学家常用的术语啊 没有很精准的标准 不过大家通俗是这样讲的 那中国以前动不动就8%10% 那他讲对了 因为有基础建设啦 高铁啦高速公路啊 城市建设啦 还有这个一些 其他的什么房地产项目啊 就造成了中国的快速成长 但他少讲了一点 中国真正快速成长 还不是靠这个 主要是靠外销快速成长啊 中国的外销不断的扩大 是带动中国经济成长 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再来第二点就是说 那未来要有新创事业 就是中国的产业结构要改变 有新创事业就表示你的旧产业 不会再占有太高的比例 新创产业就会占更高的比例 像汽车 以前中国都做传统汽车啊 传统汽车现在也赚不了钱啊 可是也不能一下子废弃 现在还可以卖到俄罗斯啊 但是中国的新能源汽车 不断的产生 这个叫做 虽然都是汽车行业 但新 新创的产业 就取代了旧产业 就是这样的 一向智慧型手机 取代了传统的手机 但虽然都是手机行业 那如果有其他更多的新创事业的产生 比如AI相关的啦 那一定会给中国 再次的维持高速的成长 但是在今年明年啊 因为中国要忙著处理房地产债务 地方政府债务啊 还有前一段时间 北京附近不是发生淹水吗 那个淹水区域事实上已经从北京一直拉到了什么 拉到了雄安新区 那这个淹水区域啊 证明一件事情 当时中国对于北方的雨量啊 估计的太保守 那就造成地下水道跟排虹设施不够 那现在中国要预计要投一兆人民币 进行改善 那这一兆人民币啊 目前是发行特别政府公债籌措措 所以这个也要做很重大的投资 所以不只是北方要对水灾去进行投资 长江三角也要做改善跟投资 还有大湾区啊 还有西部 这个是中国新的一个经济成长的引擎 现在都还在整准备当中 那如果准备完成 我预料中国还是可以再回复到8%以上的经济成长 我现在是假设说 他的调整成功 那如果调整失败 他就要乖乖的维持 什么4-5%的经济成长 这个给大家一个大概的概念是这样子 嗯对 就是从传统型的这种基建房地产 到高附加值的像是AI智能化的这样的一个转型 如果成功的话 还是可以维持高增长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现在美国在搞什么 搞脱钩锻炼 搞去风险 嗯我觉得这个时间 除了中国要自己利用这个时间调整之外呢 未来其实还是要 我觉得要结合整个大环境来做观察 除了刚刚提到的潘公胜 在清算银行年会当中的一个讲话之外 其实我觉得周边的事情更值得我们去关注 来看到啊 他是在与会期间和阿联酋中央银行的行长有了一个会面 双方是续签了中国人民银行与阿联酋中央银行人民币迪拉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协议有效期呢是五年互换规模是350亿人民币 呃为什么说是续签呢 右上角这张图也带给大家了 因为在2012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有出席阿联酋中阿合作论坛的一个活动的时候 其实他有在致辞当中透露了中国和阿联酋政府已经签署了350亿元人民币的本币互换协议 所以说现在是到期了由潘公胜和阿联酋的央行行长在这个场边两人又再做了一个续签的动作 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还不还没有忘记啊前段时间我们也讲过沙特跟中国也有一个 呃是500亿人民币的本币互换协议了是三年之三年有效期是三年 所以说呢我想请博士来帮我们做一下解读 现在中国之间的本币互换交易也越来越多了 包括这一次潘公胜有在会上提到了一些数字人民币啊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些 呃一些词汇我们该如何去理解呢 这个所谓的swap currency swap 就是说我人民银行可以到市场上去买你阿联酋的货币 但是呢可能不好买 我就直接找你阿联酋的这个中央银行说这样好了啦 我们就定一个汇率这个汇率可能 不完全是跟市场上的汇率一样 就说我就定一个汇率 然后我用多少人民币啊350人民币跟你换多少的 阿联酋的货币 那这样子的话 我中国也可以拿阿联酋的这个货币呢 央行可以转这个 丢到中国的各个银行里面去 所以有人要换阿联酋的货币就换得到 或者是有人要用阿联酋的货币去买这个 阿联酋的货品尤其是石油的话 那除了用所谓的这个美金买以外 也可以用阿联酋的货币买 那这个叫做本币结算 用这种方式来 那你一样的阿联酋拿到350亿人民币 他也可以发给他的银行 或者是丢到国际市场上面去 所以很多的国际市场的人民币是这样来的 并不是一定是出钞来的 就是从阿联酋啦 从沙特丢出来的 那因为阿联酋的货币啊 跟这个沙特的货币啊相对 他的汇率都相对的稳定 大家不要忘记哦 我觉得前段时间啊 人民银行也有用 中国工商银行的名义啊 然后再跟阿根廷换了一笔钱 就人民币交给阿根廷央行 去清偿阿根廷央行欠IMF的钱 但是中国那时候拿到了阿根廷的货币 已经贬了很多了 所以中国人民银行是赔钱的 所以这个互换货币不一定保证赚了 那有的时候互换货币也可以 有可以所谓的互买回 就是说我再换回来 再换回来 不过这个状况比较少了 大部分都拿到以后 就直接丢到这个 商业银行里面去运用的 很少留在央行啊 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所以如果你在 中国各大银行 可以买到阿联酋 或者沙特的货币的话 大概就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去换来的 而不是有人把阿联酋 或沙特的货币啊 存到银行里面去 一定是这样买来的 跟各位作为说明 是 而且刚刚我觉得博士 提到很重要的一点 大家有没有发现 之前都是像什么阿根廷啊 这种本币互换 现在是什么 现在阿联酋沙特 这种主权信用更高的国家了 而且是中东的这些不差钱的国家 所以说呢未来可能 大家就在期待一下 中国这种本币互换 越来越多的时候呢 中国是不是能源也有保证了 人民币国际化 也有了一个强而有力的支撑点 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更加值得去关注的一个事情 但刚刚为什么三妹说 周边的事情值得我们关注呢 不仅有这一次续签本币互换协议 还有一个会 我也觉得和大家也不要忽略了 就是这一次有一个特别的动作 潘公盛 因为他参加了这个清算会议之后呢 他是立刻召开了在港的金融机构座谈会 里面与会的有谁呢 包括了 汇丰 渣打 中银香港 花旗 公银亚航 公银亚洲 农行香港分行 这个 建银亚洲 农行 摩根士丹 高盛 这些机构通通都参加了座谈会 与此同时三妹就联想到了 其实李家超他的施政报告 2023有提到说 扩大和中国内地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 主要包括干嘛呢 加强或者是强化离岸人民币业务 推动人民币柜台纳入港股通 还有扩大香港机油机构在前海的业务范围 包括推动香港有限合伙基金 获得前海外商投资股权 投资管理企业的资格 参与内地私募股权投资等等 所以说我连就是我们结合这一次 潘公盛在香港和这些金融机构的一个座谈会 算不算是主要在贯彻落实这种顶层设计 听取一下这些金融机构的意见 我们再一次的联想到习近平主席到上海去 包括三中全会没有开 未来我们是否期待一下 中国经济更加重大的一些改革措施 会出来呢 这个目前还看不太出来 但是表示有往这方面来移动 我就这一段谈话 我一个一个跟他解释 可能有很多人不太清楚的内容 首先什么叫港股通 他的原名叫港股直通车 所以我们的习惯上叫港股通 为什么叫港股直通车呢 他是在 二零我忘了是二零一几年了 很早了天津啊 滨海新区啊 就说他们希望让天津滨海新区的证券商 可以直接的买到在香港上市的股票 这个叫港股通 就是内地的投资机构 或者是内地的个人 个人的在这个 证券公司或银行的存款 超过多少钱以上 就叫做 够资格的QFII 就够资格的个人投资者 可以买香港的某些规定的股票 不是每一支股票都可以买 大概会有一些比较好的股票 才可以买 这个叫港股通 那港股通后来啊 这个温家宝总理啊 担心说外汇不好处理啊 就表达意见说是不是暂缓 结果啦这个港股通消息出来的时候啊 香港搞股市涨了2500多点 结果温家宝一讲话的话 当每两天啊 香港的股市跌了1700点 你就是啊 内地的资金对香港是很重要的 是的 再来 现在已经不叫港股通了啊 大部分都叫互港通 也就是说 香港可以买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股票 或者是 这个上海啊 证券公司的开户的人 也可以买香港的股票 所以叫做互港通 那现在也有深港通 就是深圳的啊 證券公司也可以买 啊香港的股票 香港也可以买深圳上市的股票 这个叫做深港通 先跟大家有个基础的概念 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是 那潘公盛啊 找了这些英国系的银行 美国系的银行 因为花旗摩根斯坦利啊 高 那个什么高盛 这些都是美国系统 高盛 那英国的什么渣达啦 英国系统的啊 汇鸿是英国系统的 还有内地系统呢 什么中国银行啊 農民啊 農银啊 银行啊 都会这些啊 他找这些行长来开会啊 其实就是在 希望能够打开啊 这个从上海 深圳 香港 三则之间的资金的流动啊 基本上要打开这些局面啊 因为香港的股市啊 有人说港股已死 他的意思就是说 港股从33000多年 当时是比道琼还要高 结果现在跌到17000点 为什么会拦腰打断呢 原因是地缘政治 再加上美元的利息很高 所以很多的资金 就从港股撤离 卖掉港股 改持有美国的政府债券 那或者是撤离港股呢 去新加坡买股票 那香港的股票里面啊 如果用市值来计算的话 大概有三分之二啊 都是这个中国的大型企业啊 中国的内地的企业在香港上市 大概占香港股市的总值的多少 三分之二 但是如果以每天的交易的量的话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交易量 不是互港通就是深港通 也就是内地的资金 在买卖香港的股票 占了香港的总交易量 高达了三分之一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 香港的股票市场是逐渐的 会整合进去上海跟深圳 那你刚才提到了 有个所谓的前海 前面的前 然后海洋的海 对 前面的前海洋的海 这个就在深圳的南山区跟保安区 就是非常靠近香港的新界 在珠江口岸附近 如果你到香港的迪士尼热园 往北边看就可以看得到前海 因为那个地方有个前海跟后海 那后海是比较靠近东边一点点 就是在港湾里面的东边 那前海有一个叫做中和服务 什么区 名字好长我老是记不住 这个区是做什么用呢 就是有很多的深圳的 这个重要的金融业务 都在那边设点 那设点可以充实很多 香港跟海外的业务 都设在这个前海里面 那现在就是说 希望香港的某些财富管理的银行 或资产管理公司 也可以到前海去设立 因为前海有一些产品 他们叫人民币柜台 就是用人民币买卖的 我们就称作人民币柜台 那或者用香港港币买卖的 就叫做港币柜台 就是在柜台上面可以买卖的股票 或者可以投资的基金 或者可以买卖的一些什么ETF等等 这些特殊的金融产品 在前海都买得到 那现在就是说 希望深圳跟香港之间 在这个财富管理跟资产管理 基金管理方面 能够做更好的整合 也就是内地现在储蓄率高达四成 有多余的资金 可以流入香港 来支持香港作为一个 更强的金融中心 因为香港的金融中心 现在在外汇的交易比重 竟然落后于新加坡 那这个是 我觉得这个是 就是潘公胜要做的工作 这是归他管的 所以特别听听他们的意见 我觉得这个会议很好 但是目前来看 还没有什么具体的结论 是对 因为一直以来说 要善用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 但是确实大家看到了 国安法推出之后 或者是香港黑暴事件落幕之后 香港这种金融中心的地位 好像逐渐的有被这个 新加坡有日益取代的 这样的一个趋势 所以说呢 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不管是中央也好 不管是香港政府也好 都在推行香港和这个 内地之间的互联互通 当然更重要的是 我们未来还是要再做观察 看看有没有什么大利多的 一些政策的一些出台 来推动一下中国经济的 这样一个发展 当然我讲对了 2019年香港的暴动 就给香港的金融业带来 太大的伤害了 嗯 对 但是这个东西 博士有没有觉得就是不破不力 你不发生这件事情 你不去做的话 你永远就是 它就像一块肉糜一样 就永远就会腐烂 但是你要把那块 毒肉弯出来很疼 但是它好了 那就是彻底就好了 对啊 我懂你 我懂你 不过已经处理得够好了 还没讲 这个香港特区政府 跟这个北京啊 已经处理得太好了 因为其他国家 可能没有办法处理这么好 嗯 连美国的CIA都没有想到说 香港的事情这么快的 就已经处理好了 这个是完全超乎于 他们的一个情报范围之外了 好 当然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三位先跟大家念一念 Doneo 广告之后 我们再来看看 同一时间 关于供应链 中国开了一个链博会 世界首个的链博会 但美国拜登这边 我觉得是逐渐川普化了 说我们现在要针对供应链 诶 也要把 就是也要这个树起高墙了 要把什么医药啊 半导体啊 通通都纳入内 这个时刻就是美国 21世纪或者是50年之后 辉煌的一个开始 呃 我们之后 广告之后再来跟大家讲 谢谢安明官的支持 至于她说蔡博士 川普领先五个摇摆州 有什么类型的股票 推荐入手吗 哈哈 有什么直接关系 中国没有川普股好不好 哈哈哈哈 大家都很想直接的知道一些 但是这个 应该是从新闻当中 会截取一些资讯 会对于投资会比较好 再找个专题 再跟大家谈这个事儿 好好好 这个好 这个安明就等着啊 这个博士开专题 谢谢芸汐的支持哦 传奇谢幕 致敬一代投资大师 传奇人物查理芒格 支持正媒 想看三眉眼睛笑成月牙 漂亮又可爱 谢谢我们亲爱的芸汐 今天是巴菲特的搭档 伙伴 对 伙伴 投资伙伴 已经99岁的高龄了 好这个 高手 高手 谢谢Pink王亮的支持哦 还要谢谢我们正的支付报道 那一三面有收到 他说请教博士 美国政治拉美化 对于全球的影响 哎 美国政治有人讲拉美化 我觉得 这是个形容词啦 就是 像拉丁美洲一样 这个选举也好 民主政治也好 政府运作乱争一团 咱们把他称作拉美化 应该不会啦 应该不至于啦 大家放心 虽然有点乱 但是 美国的宪政体制 还是相当的稳定 任何人要把他破坏 像川普想要在国会山庄 搞个政变都没搞成 你就知道说 美国的宪政体制相当的稳固 那虽然有很多的复杂了 不过 其实像南北内战那么严重的状况 他都克服得了了 这个小事情 我觉得相比这还是小事情 不会拉美化 大家放心 但是我是觉得 极端化名字 无能化是真的 拉美化不会 一个比一个老 无能化可能会 确实一会儿我们把这个拜登最近的一个说法 跟大家聊一聊 我不知道大家的想法是什么 谢谢文轩的支持 他说请教一下博士 瓦格纳集团已经回归俄乌战场了 卡德罗夫会是下一个巴赫姆特吗 阿夫迪 阿夫迪夫卡 阿夫迪夫卡 阿夫迪夫卡跟马林卡一定会 一定会被俄罗斯军队给拿走 这是时间问题而已 因为俄军 有一个很狡诈的战术 就是故意留个布袋口不打 让你乌军不断的派精卫部队进来 然后每天把你消灭个一两百人 每天消灭一两百人 慢慢的你一个旅啊 两个旅就被被吃掉了 要回去补 不要来是新兵 新兵就不能打仗 所以乌克兰军队就不断的弱化 他现在 俄罗斯是采取这个战略 俄罗斯根本不急着去占领領土啊 所以你看哦 在巴赫穆特 我忘了大概有将近10万人的乌军 在那边消失掉 那现在阿夫迪夫卡跟马林卡 也要重演这个战略啊 換句话说乌军就占领所有的高地 是绞肉占欸巴赫穆特 所有的炮火的高 所有的炮火的高地 然后故意让你乌军进来 他也不把你围包围 进来他就把你消灭一点 每天消灭一点 每天消灭一点啊 就是要搞啊 那乌军喔 覺得现在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跟咱们中国的明朝犯的错误 一模一样 现在担心了 军队不听话 然后 哲兰斯基啊 就把很多他自己党的议员啊 派出军队的指挥部啊 去当督军 結果有一个年轻貌美的一个 他的 他的党的议员呢 就被派到那个 地内薄荷的前线里面当独军 结果这个独军啊 就自己指挥军队啦 要那个乌克兰的精锐部队 海军陆战队啊 无论如何要攻破 要跨越地内薄荷 攻到左岸去 嗯 结果俄罗斯就故意让他进来 然后进来的以后你知道吗 军队需要补给 就是弹药粮食的补给 没有补给的话 就很容易被打残掉了 就每一次一两百人跨过去 俄罗斯军队就放你进来 然后你后面的补给要运 运过河就很困难 他就用炮击把你 把你的补给跟资重给打掉了 打完了以后呢 就很容易消灭 已经登岸了那一两百人 所以美国海军陆战队啊 这位女预言就对全世界宣传 说你看吧 我们乌军已经 攻破了俄罗斯的防线啊 攻占到了乌冬的左岸啊 地内博尔左岸啊 那国际媒体就敲锣打鼓说 乌军获得胜利 但后面就不讲了 因为每上去一两百人 就会被消灭 上去一两百人就会被消灭 所以 乌军在那边死伤好几千人 这个国际媒体不报道 然后这个女预言这个都军啊 又跑回乌克兰国会啊 说2024年啊 这个乌军总司令啊 砸坡日内 并没有去规划 2024年的大反攻计划 应该要撤职 那现在问题来了 2024年大反攻的粮草蛋要在哪里啊 这不是泽兰斯基要准备的吗 雙手空空什么大反攻啊 米缸都没米呢 怎么乌军怎么煮饭啊 他们都不谈这个 所以已经是 出现明朝最糟糕了 的状况就是 糊涂的政治人物 在指挥一个 还算会打仗的军队 这个军队不惨也难啊 嗯是 而且现在已经是冬天了 这种攻防战呢 可能会更加的激烈 现在又传出 美国跟德国要放弃乌克兰了 所以说在出现这种 外行领导内行的情况 可能就像 乌军的士气非常高高 乌军的士气非常高高 最近乌军的 向俄罗斯军队投降的人数 节节上升啊 因为天晋冷没饭吃啊 没弹药啊 那国际媒体都不报啊 没办法 但俄罗斯这边已经弹药很充足了 把他演成一个实况剧啊 很惨 实在很惨 是哈 对确实我们好久没有关注俄乌战场了 所以说你说 你们都忘了 对就是 你就是永远知道 刚刚开始的时候 但是这个战争一旦脱长 尤其是以色列巴以冲在出事情之后 美国的注意力完全转向了之后 国际媒体的风向 也就完全被带跑偏了 这个泽连斯基已经不是世界舞台的中心了 好当然这个也谢谢大家的支持 大家的很多的留言三位都有看到 我们接下来继续想跟大家讲一讲 现在真的是我为什么会说 刚刚博士提到的 我美国总统会无能化这个事情 我真的会很想笑呢 因为在11月27号的时候呢 中国大家都知道 举办了首届的练博会 这次练博会的主题呢 叫做链接世界共创未来 格局有没有 一下就放很大 同一天美国干嘛呢 拜登宣布要成立30个新措施 加强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供应链 呃 包括要刺激美国国内基本药物的生产 减少医疗药品对所谓高风险外国供应的依赖 还要针对一个半导体供应链 建立一个中断的预警系统 拜登这个时候放话说 美国永不放弃 他有预测说50年后历史学家一定会把我今天这一刻啊 就是我宣布供应链委员会成立的这一刻 视为美国赢得21世纪竞争的开始 突然大家就觉得说 这中美的格局高下利剑 但是拜登是不是真的是怕输 您觉得一定要在这一天开始宣布 显示出他真的慌了 一个80岁的老人会想到50年后历史学家怎么帮他加丰功伟业 我觉得这个老人不是脑筋有问题 就是很了不起的人 这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情 拜登讲了老半天我就用四个字来形容 大家听懂了 美国想要做进口替代 现在他所讲的东西基本上都是美国进口的货品 很多的药品很多的医药设备 不是在中国生产 我跟大家讲齁連那個 大陆上怎么讲 打针用了一罐药物 一个管线 一个管打针 针头跟大陆上讲什么 我们叫 点滴管 输液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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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液管80%在中国生产 美国进口的 连这个都中国生产 针头都中国生产 那他现在想到说 那万一哪一天中国不卖他 他就没有 他说不会啊 中国为什么干嘛 不卖你这个东西 中国用不了那么多 所以中国这些东西势必要出口的 那 还有很多的药品的原料 真的在中国生产的 比如说 大家很常见的消炎药 你肚子痛 拉肚子大概都用的道指 雖然你不晓得那个名字 大部分都在用 牙痛也在用等等 那美国也多幾乎从中国买的 原料从中国买 再到美国去包装的 那对这个拜登来讲 他想要做进口替代 面对的就两个问题 你进口替代 你成本能下降吗 第二个 你进口替代品质能上升吗 第三个 你进口替代你产量够吗 产量不够都没办法替代的 现在有很多的 这个半导体研究机构 已经在讲了 中国在未来三五年以后 可能会垄断全世界28奈米以上的 半导体的生产量 我觉得这个不是预测 这个已经在实现当中了 但是中国没办法垄断了 是在这个28奈米以下 因为主要的生产基地 还在台湾跟韩国其他地方 但中国要慢慢取代成28奈米以下 也是指日可待 但是28奈米以上的 真的中国已经逐渐取得 垄断的优势了 我先给大家一个概念 那美国呢 如何在这方面取得优势呢 没办法 因为不管从成本 从效能 从技术 美国已经没有必要 也没有能力 也没有实力去参加这场竞争 那他现在想要用说 哎呀我就不买中国的货物 那我也不卖给中国 问题对这些东西没有意义啊 根本影响不了啊 那或者说要用什么制裁 那制裁那么多了 华为还不站起来 那华为站得起来 其他的更难制裁的项目可多了 所以我是觉得拜登是 故意要对中国供应链大会 就恶心一下而已啦 美国的建国以代的梦 表面上你有看到台积电 被他挖过去了 那是因为蔡英文配合的 那你看到 三星到现在还没盖场啊 三星还在说 你不先给我钱 我跟不关的改 還在扯皮啊 所以你知道他的这个功用 有但是很有限啊 这种政治力量介入的 经济结构的调整 如果不是用鼓励的 不是用这个资助的 而是用限制的用政治力量 他沒有辦法改變成本結構 那終究會輸掉 像美國的台積電的亞特蘭大廠 鳳凰城那個廠亞利桑那那個廠 張宗謀已經公開講了 他成本至少比台灣高三成到五成 那如果你美國的這個蘋果 以後不買了 那你這個廠就要關門了 因為你現在蘋果銷量也不太好了 現在蘋果還可以維持高價位 哪一天iPhone15就賣得很差了 那iPhone16更差 那以後怎麼辦 以後你這個台積電的亞利桑那廠 還是要關門啊 所以沒有成本優勢沒有競爭優勢 你想要競爭也沒有意義啊 嗯是 最後一個小話題想請教一下博士了 因為剛剛提到的 確實中國在科技方面 美國你都圍堵不住 華為都崛起了 今天還有一條振奮人心的消息 龍心3A6000在北京 昨天是正式發佈了 為什麼說它重要呢 它算是中國自產自研的 第一款的國產CPU 完全沒有任何國外授權的技術 還相信博士幫我們重點解讀一下 它的戰略的意義 龍心這個不是手機用的 這是電腦平板 大型的東西用的CPU 龍心的3A6000發佈 真的已經到達了相當高的水平 所以未來中國很多伺服器 很多的桌上電腦大型電腦的CPU 就不一定要跟國外買了 所以這個不一定要跟英特爾買了 所以變成說龍心3A6000 是有高度指標性的意義 再來 他所謂的指令系統跟架構 也就不要再用英國的那一套系統 因為英國那個叫安模系統 他不是用那個系統的 所以不需要付授權技術給他 那這個CPU 如果在中國流行起來賣到海外去的話 的確可以改變目前 CPU全部用英國安模系統這個架構 在設計好 就會擺脫他們的限制 甚至擺脫他們的控制 這是很好的消息 沒錯 這最後我覺得重點落到了這個 雖然說有所突破 但是要下一步更重要的發展就是 在於他要建立自己的一個生態了 這個我們後續還是要再做觀察 今天依然感謝我們的蔡振元 蔡振博士好久沒有這麼叫了 但是今天依然要感謝您 辛苦了 謝謝 謝謝 我要叫你三真美女 三妹子 就這樣愉快的決定了 愉快的結束今天的三元小課堂 謝謝老師 我們下周三再見 拜拜 拜拜 好 拜拜 今天也非常感謝我們的 三元小課堂的真粉絲 和真同學們的支持 謝謝大家一如既往 對我們節目的按讚鼓勵 三妹都有收到 好依然歡迎大家在這個留言區 評論區 敲碗您想要聊的一些話題 和您的一些看法 不一定每個人都贊同 我們這個博士的觀點和三妹的觀點 歡迎大家思想碰撞 然後我們一起來交流 一起來學習 今天非常感謝大家 當然YouTube的朋友們 今天我們就 先不跟大家有一個互動了 因為三妹要去參加一個活動 然後明天 同一時間 三妹會簽歌 我們不見不散 明天再見囉 拜拜 敬佛 敬佳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